大陸在去年引了28萬億人民幣 你覺得這個數字是意味著什麼呢? 意味著見到經濟很差 真的開始害怕 害怕的時候 之前說的貨幣審慎那些說法已經改了 要大搜捕 看到樓市真的不行了 主要都是樓和債的兩個位置 其實是去年比較急轉直下的 他一見到急轉直下 又是那套想法 走回舊路 又是要捕 你看到很多錢都是捕到基建那裡的 引了錢就不是給一般人 又是拿去做退貸款 那些貸款的數字是飆了上去的 在這裏在那裏 報紙都賣了出來 很多省市都有很多基建項目 但看上去也是走不出那套東西 如果你再捕的時候 有兩個可能性 一是把之前的泡沫捕再大些 你將問題推遲 遲些才會爆 不是不爆 第二個可能就是未必能捕得起 就是因為你整個地產的周期 向下的都走得出來 那你捕不起來的時候 其實就是有可能的 因為過去那幾年他都試過捕的 都不是說沒有的 但是都不是很捕得起 那你一次捕不起來 現在你再捕可能還衰 效果還衰 那捕不起來的話 那些錢就變成過剩 那接著就可能有個滞漲 那錢你進入到實體經濟呢 實體經濟會捕起 需求會來 進不到的時候 你不斷建的那些供應 那就是變成一個供應面上 帶出來的一個物價的通縮 排面上消費那個數字 那個物價捕不起來 但是同時間那個流動性過程 就可能會令到那個通脹會很高 那你一漲一縮之下 其實第一那個通脹會很難測 第二就是 通常你供應面帶來那個通縮 就是太多供應帶來那個通縮的效應 就不會這麼快出來的 因為通常這個你講的谷基建 基建不是一些消費物價 那它由那方面那個過程 蔓延到去就是很多死城 或者很多一些無謂的建設 由那裡蔓延到去其他過程的物資 其實就有相當長的時差 反而你比較即時上看到的就是一些過程的貨幣 它有一部分進了基建 但是剩下那些進不到那個需求 或者那個實體那裡 就變成一個過程的一個流動性 然後就很快就制造一個通脹 但是通脹得來你的經濟不好的 就叫濟漲 其實現在似乎這個機會就比較大 那你覺得其實另一方面呢 就是大陸的居民的儲蓄都是重新高 那這個是不是又是 又是跟政府的政策都是又是相反的呢 你有你的政策一回事 但是實際上這些人用不用錢 就都是看那個前景而已 就是那個前景不要大家就操了 這個叫做precautionary savings 那尤其是那個社會保障做得不好的時候 就是那些人不會敢有的話 有個先都洗光它的 不是好像歐美那樣的 所以就是收入前景或者利潤的前景不好 更加會存得多的 儲蓄率升這個是很自然的事 就是你面對的經濟前景不好 大家就減少消費 沒得逛的這些 就是就是見到很多地方 其實逛的那個需求都失敗 就是少數的成功的例外 是好像美國那樣的 一逛就洗 其實都美國都不是可以的 如果他面對一些比較大的衝擊 譬如好像零八個劑那樣 那個樓價是大跌 跌了三分之一的 其實他都逛不起 他都有一段時間是 就是有一些流動性陷阱 這個貨幣政策是出不了預期的效果 現在你大陸那個更加是 就是更加類似日本的情況 可能比較長的時間都出不了的效果 嗯 那又是代表那個普通的市民都不信這個政權的政策呢 包括最近都很多這堆四步啊 那個就怕他爆煲 因為知道那個債務的問題 比起想像中嚴重 還有他很多這些債務就是地方政府有份的 那你如果去到政府都有份有那些債務 那債其實那個前景就取決於兩方面 第一就是說你的那個資產質素 那他的資產其實很多都是地產而已 就是講白一點 那地產的那個前景大家都有眼看 第二就是息口 息口就不是資產那邊的 就是那個成本那邊 但是如果你兩邊都其實是轉壞的時候 就是資產的質素跌 但是同時間你那個債務的成本 是因為你的息口上升 那你可以爭辯的話 他那條U curve沒有上到 但是外圍上其實你都一樣有壓力上 那你印到銀子製造通脹 其實那個那個息的上的壓力都是大的 就是自己排面的息就沒有上到 但是實際上那個市場那個利率是經常吹升的 那你所以資產質素跌 債務成本升 那這樣東西令到大家都懷疑 究竟那個那個就是那本帳可以熬得多久 你熬不得久的時候 就好像銀行擠體一樣 銀行不需要說真的很缺錢才擠體 當那些人認為他缺錢的時候 就可能發生擠體 那現在其實他是有這樣的情況 嗯 那之前看到那個習近平又說 他是宣布狂野勝利呢 是不是為了要谷這個經濟呢 那有沒有後果呢 他現在的谷經濟方法都是錢的 就是但是錢的那個谷的渠道都是透過基建的 你看他都不是很多辦法去做到事情 就是你那些錢如果真是落一般人的手 其實都是不是用的都是存起的 要不有人拿出去 就是根本都是資金流走的 那錢你不過去搜 那你有什麼方法呢 就是像香港一樣的 就是出一些消費券 那些什麼什麼下鄉什麼什麼下鄉 那些你捐一捐去買 但是其實現在很多那些 就是什麼什麼下鄉什麼下鄉 那些都已經是做了很多年了 做了很多次了 很多其實那些所謂 香膠的地方都不是真的太老土的 都已經很多東西都有了 那你很多東西有的時候 你再捐一捐其實那種那種需求不在這裏 還有這個不是真實的需求 你幫他買的 你政府幫那些人去消費 捐一條數下去 但是實際上那些人如果給錢 他不肯花 那這個真實的需求的問題他解決不了 這個也都不是貨幣可以捐一捐的東西 那他做不到他就唯有捐一捐一捐 那你不斷斷施其實已經沒有什麼意思了 就是其實現在你那個城鎮化的比例已經越來越大了 趨向三分二的了 那他第一又說要說要搞農業 是不是 那如果你全面去去城鎮化了 你那裡有這麼多地去搞農業 那第二又 現在就是那個很多就是所謂鄉交的地方都慢慢建設了 那你建設了的時候你再做很多這些鋪設 我就看不到一些很短期的作用 你自在去花了些錢 就是你看到他現在的哲學就是去花些錢 找個位子去花些錢 那這個位子就最容易 那也都找個位子去請一些人 那這個位子也都可能相對容易 那如果你搞機去見找人單台託那些 那可能很多人就是文盲都做得到都可以這麼說 那他自在創造一些職位 那你這件香港的那個人都是說差不多的 就是都是說金融那些創造不了很多職位的 那要找些學業創造多些職位 就是自在找些事情給你幫人做 那究竟是有沒有回報實質上 對經濟有多少幫助 這個他都不是很在意的 有個主意的動作 對經濟有多少錢 我們來的體驗 要不要緊 我們在瀋涌 舊掛支